小雪 别哭 用别的方式发泄 遇下的人 你想怎么杀都行 殷战然抹去他的眼泪 那眼泪灼热的烫人 孤王懂你的心情 孤王也经历过这样的心痛 但孤王撑下来了 只要还活着 人的一辈子就只能撑下来 不管风霜 都必须往前 前走 孤王已经令人将郁家监控了起来 你想怎么样都行 殷战然轻轻拍他的肩膀 柔声地安慰着他 玉飘雪叹了口气 看着眼前的孤坟 想起之前还活生生的周氏 他说 他是我爹的人 所以要听话 可是朕死了 我也是各埋各的吗 他说 他要有牌位 不然就是孤魂野鬼 可是二姬 不还是我这个女儿 安葬他吗 人死一堆骨 管那身后事做什么 他觉得累了 殷战然知道他的心情 便也不说话 站在远处的敏少姑 只是看着 他都不记得自己母亲 是什么样子了 只是听大哥说 是个十分明艳动人的女人 想来也是 他们兄弟长得这么好看 必然是遗传自母亲 只是他的意识里 母亲是一个很模糊的词 相反 大哥才是他的全部 明明已经经历过生死 但是再次见到 他发觉自己也并没有那么看得开 两人走了过去 轻微队在那里等着 敏少姑和两人一起上了马车 一路上 玉飘雪的神情总是挨痛 去玉家吧 我想去看看 好 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玉家已经被殷战然下令团团围住 都是你 好好地 非要去捉弄周氏 现在好了 真死了 就来了这么大的大祸 你可借着你 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玉文侯说着便伸手去打玉言落 玉夫人心里一痛 立即上前拦着 你打他做什么 现在的事是打他能解决的吗 你少跋扈 我告诉你 出了这样的事 你别以为印国公府会帮忙 连皇帝都不敢得罪宣王 更何况一个国公府 你娘家 现在恨不得跟你撇清关系呢 怎的了 你还怪我 你自己都管不住你自己女儿 你倒是来骂我了 玉夫人心里野火 现在这个样子面临绝境 怎么能不火呢 玉文侯现在也是火上浇油 两人顿时便扭打了起来 劝也劝不住 玉夫人 你看 你费尽心机抢来的男人 居然动手打你 真的不知道 你后不后悔啊 她就站在门口 她的话刺痛了玉夫人 她一下子眼里的生气都消失了 跌坐在地上 我当年十六 在都城一眼看中她 非她不嫁 这些年我这么帮她 她近日如何都照办对我 当年她为什么娶你 你难道不知道 她可以为了利益修气劫发 难道你觉得 她会跟你谈情谊 如果当年她娶了你 有公主看上她 她一样会抛弃你 你问这样的问题 不觉得讽刺吗 一边的玉阴落 已经傻了一般地坐在那里 她的脸被玉飘雪彻底毁了 人生也毁了 看来这皇后 是做不成了 一直没说话的殷战然 瞧着那张不满伤痕的脸开口 这样的女人 怎么能成为皇后呢 玉飘雪疑惑地偏过头 殷战然怎么会知道这件事 书信的是孤王知道 只是这件事 孤王实在插不了手 毕竟连你都为难 只是想不到 会发生这样的事 她也遗憾 毕竟周氏死了 你 你早就知道了 玉文侯比玉飘雪更加地震惊 这怎么可能呢 皇帝有多想孤王死 你不会不知道 孤王却活到了现在 硕是连这点本事也没有 孤王岂能是今日之孤王 你呀 自作聪明 去掺和皇帝与孤王之间的争夺 豺狼虎豹 你在中间 你不死 谁死 殷战然冷眼瞧着玉文侯 他岂是那么容易就死的 他瞧也不瞧他 只是将目光落在 玉飘雪的身上 怎么办这些人 飘雪 我是你父亲的 你要是父吗 那是天理不容的呀 你想太多了 我不会杀你 我会让你偿命百岁的 你一生最在乎的 就是富贵与权势 我会让你一无所有 对了 你还在意子孙后代 而你只有我这么一个弟弟 玉夫人只有这么一个儿子 你放心 我谁都不杀 我最不喜欢杀人了 你们一家人 就在这里好好地生活吧 我记得 父亲你可是很高兴地 住进这里的 你很喜欢这座宅院 那就把这里 当作你的养老之所吧 他不想再看到这一家人 他也不想杀人 毕竟 死并不是最绝望的 他要囚禁他们一生 让他们在那个地方 一生被圈禁 过着永无出头之日的时光 回到王府 他就直接回了自己的院子 殷战然跟了过去 见他呆滞地坐着 他真的希望 他刚刚能把那些人都给杀了 这样他心里舒坦了 也不用这样的郁节 要不我们去庄子 住段时间 你也散散心吧 殷战然坐在旁边的凳子上 伸手握着他的手 真的是说不出的旧心 他暗了暗眼眸 真的是伤心 园主那血缘的断裂 他根本就控制不住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基本上你从御家离开 孤王就知道了 你的耳目 真的是遍地都是 你又不是不知道 孤王那个皇兄 有多想孤王死 没有绝对的实力 如何能一离不倒 所以 都城这边很多权贵人家里 都有你的人吧 嗯 都有 凡是你想得到的 都有 他低着头 这个男人啊 果然是老谋深算 他忍不住地 嘀嘀地笑了出来 笑什么 你应该也不大吧 怎么这么老谋深算 跟这老狐狸似的 快三十了 再说了 孤王这个生存环境 想不快点长大 都不行 你不是才二十七吗 还有三年 我就三十了 他要不是跟 玉飘雪说起这个 他都不觉得 自己这么老了 唉 这些年 你也过得 胡伪春兵 差不多吧 不过还活着 就总要把日子 过下去 而且孤王倒了 少姑怎么办 他也有自己 放心不下的一切 他也是人 也有自己的执念 既然你早就知道了 是不是在书房 防着我呢 孤王防你做什么 都是夫妻 有什么好防的 他倒是不担心 这种事 有点头脑的人 都不会干 玉飘雪低头不语 他以为 鹰湛人不知道 结果他什么都知道 他的这份相信 他心里 有些暖暖的感动 别走了好吗 你孤身一人 孤王不放心 就在孤王身边 看在眼里 也放心些 鹰湛人握紧他的手 他真的不要他走 如果他真的要走 他就这样牵着 让他无法脱身 原来 他也有这么 无赖的时候 我已经下了决心 为什么一定要走 孤王自认 对你真的用心了 我 你今天对我用心 明天也可以 对别人用心 今天你可以牵我的手 明天你也可以 牵别人的手 等哪一天 你不再喜欢我的时候 我不过是你 丢在角落的破败 死活也都要 听天由命 这样一来 我倒不如现在走 以我的医术 浪迹天涯也饿不死 他告诉了 他自己心里想的 人这一辈子 不能让自己委屈 原来你在意这个 之前孤王说 让你生个儿子 分为世子 这样你就安心了 原来 你要的不只是地位 孤王每天那么忙 哪有那么多时间 消耗在女人身上 至于别的女人 孤王不喜欢的 你也知道 孤王不大喜欢女人 只是 你是意外 孤王想来是 不会自己要女人了 如果是别的人送的 那你拒绝就是 谁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 今天跟我说 明天也许就去 跟别人说了 这么多年 你有见过孤王身边 有女人吗 倒也是 他是出了名的 不尽女色 他心里有些犹豫了 别胡思乱想 你要不喜欢 以后后院 不要女人就是了 不想跟你说 他心里乱了 我这么爱惹事 你干嘛留在身边啊 孤王喜欢你 就够了 见他不说话 殷战人还是有些无奈 我们去庄子住一段时间吧 你也散散心 庄子上没那么喧嚣 我们去那边可以打猎 可以看香烟 散心倒是个好去处 他摇摇头 玉飘雪瞧着他眼里的期待 心里不知道怎么回答他 算了 孤王不逼你 反正你要离开王府 还有一段时间 慢慢来 我们在一起时间还短 说什么一辈子 似乎总有些夸大 好了 你慢慢想 去庄子散心 就这么定了 我还没答应呢 那就是不去 不去 那好 那我们就在王府也好 都随你 说完 他靠近在他的脸颊上 亲了一下 好像是很满意 不许亲我 孤王还想跟你圆房 不要 那怎么生儿子 我不要跟你生 那就先不生 嗯 亲圆房 我心情不好 别闹我 他真的不说话了 只是靠在他身上 他也知道他现在的心情 只是不想他太过伤心 所以转移住一力罢了 你不是喜欢逛街吗 是啊 但是阿大他们说不行 说我嫁给你了 就不能抛头露面 不能逛街 孤王说可以 除了给孤王戴绿帽子 你想干什么都行 这条件 好宽松呢 他白了他一眼 怎么了 阿大说我去逛街 会落人闲言碎语的 谁敢说 打 打不过 回王府叫人打 我可不敢 这都是京城的大人物 万一又遇到 哪位王爷公主 我吃不了兜着走 那就回来跟孤王说 孤王给你打 没人敢还手 他抿着唇 他真的这么纵容自己吗 要去吗 去散散心也好 总好过这样 别在心里 你要实在是不放心 孤王陪你去 他点点头 真的不想待在屋子里了 两人这便青庄出门 只有一辆马车 问了他要去哪里 他也不知道 便去了玉河河边散步 公子 出门在外 玉飘雪便这样称呼他 叫公子 怎的这般身份 都是夫妻了 那叫什么 叫 文衍吧 文衍 你的婊子吗 可以这么说吧 其实 是母妃给我起的 算小名吧 也算是字 玉飘雪点点头 只是这么一说 他倒是好奇一个事了 那 文衍 这些年是因为你功高震主 所以你皇兄才想除去你吗 不是 我跟她 或者说 我跟母妃 与她和她母亲 本就是对立的 哦 我母妃你知道的 就是敏妃 她是父皇的宠妃 父皇很喜欢她 那时父皇还没有立皇后 家里最有权势的是真妃 也就是现在的太后 她很恨母妃 而且 父皇有意 扶母妃为后 立我为太子 她的语气有些滴滴沉沉的 玉飘雪听在耳朵里 或许 她还是有遗憾的 毕竟那是皇位 你 还是有些可惜的 对吗 殷战然笑了出来 难得见她笑得这么直接 那毕竟是皇位 哪里就真的看得开了 当初父皇驾崩前留了遗诏 不过 不过因为少姑 嗯 少姑的出身 所以我要登位 就必须要没有黑点 所以 就必须赐死少姑 我怎么能拿她的命去换 所以 我放弃了 玉飘雪明敏唇 眼里也满是遗憾 难怪我看少姑看你的眼神 总是带满了愧疚 嗯 当初她怨自信 我不准 所以她心里很愧疚 这些年 她一直替我出任务做事 或许 这样能减轻一些 她心里的内疚吧 嗯 只是这样 你有没有想过将来 你皇兄这么恨你 将来他会不会报复你啊 起码现在不会 至于以后 谁说得准 那他的儿子呢 他的皇位肯定是留给儿子的 傻 皇室谈什么父子兄弟情 他的儿子又怎么样 难道会因为他这个父皇对我的恨而杀我 他的眼里说不出的讽刺 也是 玉飘雪憋憋嘴 皇室的情是最薄的 那少姑呢 你有没有想过他的以后啊 想过 他以后也会成家立世 只是我不希望他以后留在东京 我想他去男处 隐姓埋名 所以 你不喜欢他身边的女人是大家闺秀 对 我不想他跟权力交集 玉飘雪总算是明白 为什么陆应同始终进不了视线了 哎 真可惜 那个女孩还挺不错的 你最近是不是不忙啊 很闲吗 皇帝会让你过清闲日子 怎的问这个 就是 你最近都在陪我 我怕占用你的时间 没有 也不算太忙 反正渡城这边的事都是老样子 少姑也在管 我不怎么操心 倒是最近 北烟有些不安分 蠢蠢欲动的 恐怕是想做点什么事 这种事 算机密情报吧 是啊 我的耳目才从北烟传来的 那你也说 你嫁给我 以后就跟我融入与共了 我希望我们是夫妻 也是最好的伙伴 你是站在我这边的 而不只是养在后院 一个只会生孩子的女人 在这个时代 女人的作用除了暖床生孩子 就没有别的用了 只是在见识了玉飘雪的能力后 也在看到她的独立后 她知道 不能将她看成一个 会待在后院的女人 是不是这样 你心里就很有安全感 她突然问 玉飘雪不得不承认 她真的是个能看到人心的人 那个 北烟最近在做什么 玉飘雪慌忙转移了话题 不要继续说这个 不知道 总是他们派了很多人 到了江南一带 也不知道要干嘛 她也有些疑虑 若说是要做什么 那难道不应该是在都城吗 为什么要跑这么远呢 要回去了吗 回去 现在时间差不多了 回去吃个饭 然后差不多时间 就可以出来点灯游船了 原来是这么个意思 马车就等在外头 两人上马车回去 半路上 英战然见着她一身肃静 便有些皱眉了 怎能总是这么肃静 你这样 别人还以为孤王亏待你了 我就是喜欢这么穿啊 而且我听阿大说 这衣服很好看 我是说你发际 就一直发灾而已 我不太喜欢繁琐 那也不能这样肃静 我 记下了 王府也没别的女人 那些好东西没人用 你不用也废了 只管去用 我的家 你还败不完 她对他这样肃静 以为是在给自己节约 可是她就这么一个 捧在手心的人 当然是拿最好的去宠了 说着 她从马车座椅边 拿过一个盒子 什么 打开看不就知道了 好奇地打开来 居然是一颗夜明珠 之前在云雾岛的时候 我答应过送给你的 这么大颗 要是卖了得卖多少钱啊 王府没有给你月钱吗 自己有穷到她吗 有吧 应该 我也不知道 反正 我出门逛街 阿大都是给我盒包放了钱的 玉飘雪说完才注意到 鹰湛人的脸已经黑了 这才意识到自己刚刚说的话 我说着玩的 你送我的 我怎么可能卖了呢 她连忙将盒子盖上 心里却在想着 这东西得好好孤个价 鹰湛人可不相信 她是老实的 这个女人 一点都不老实 还想着离开她 一把将人抱了过来 总是要抱着才放心 你 我喜欢这样抱着你 玉飘雪也不好说什么 反正也跑不掉 不高兴了 哪敢呀 我看你敢得很 唯一一个敢给我甩脸的 她仔细一想 好像还真的是 那 你休了我就是 不休 还要留着以后生孩子 我们生两个孩子吧 一儿一女 这样会比较好 不会太多 她们也正好可以作伴 然后两个孩子 都我们来教 想来会教得很好 鹰湛人已经在想 以后的事了 连孩子的事都在想了 她是真的打算 和她白头偕老的 其实我会带孩子的 你看 少姑不就是我带大的 不过 我没带过女儿 嗯 没关系 什么都有第一次 鹰湛人在那里 自言自语 玉飘雪已经呆了 这家伙在想什么呢 八字还没一撇呢 他都开始想孩子的事了 不过女儿 比较操心一些 总担心 她将来嫁的人 对她不好 不过没事 有姑王这个父王 给她撑着 夫家不敢 让她受半点气 你是不是想太多了 没有想太多啊 才两个 姑王是怕你身子 担心你太辛苦 才不忍心你一直生的 两个哪里多 要是运气好龙凤苔 剩一次就够了 对了 你也快过生日了 马上十五了 你那天不是说十八岁吗 那等你十八岁的时候 我们就要孩子 对了 现在可以先圆房 嗯 你今晚 搬来姑王的院子住 以后 夫妻住一起就好 等等 玉飘雪有点晕 怎么这话敢话的 她就进套了呢 你不是说 十八岁的时候 再生孩子吗 我搬过去 万一怀孕了怎么办 她不语 反而笑了 玉飘雪这才反应过来 你一马 那岂不是自己 愿意跟她圆房了 你个流氓 怎么流氓了 夫妻之间罢了 殷湛然倒是笑得欢乐 将人抱在怀里 心情的确是好的过分 你以前有想过 自己的未来吗 以前 没想过啊 以前就想着怎么活下来 那时候 玉夫人是想着作践你 毁了你 才想着把你嫁给孤王们 毕竟那时候 孤王已经快要死了 孤王若一死 你肯定是要被逼陪葬 管他呢 反正 我现在挺好的 是啊 既然知道现在好 那就好好的 我们好好的 你那个时候 居然还亲自来迎亲 还以为你要杀了我呢 杀你做什么 那时候 孤王是想着快要死了 给少姑争取时间 让他走 不过真的 福祸相依 若不是这样 孤王也得不到你 虽然 到现在也还没有得到 他笑起来 让玉飘雪觉得不好意思 一直觉得这家伙 是个高冷 搞了半天 是个伪高冷的闷骚 现在 人不就在这里吗 可你心里还想着走 孤王真的是 一点也不安心 玉飘雪抿着唇 爱情的世界里 不怕爱 不怕不爱 就怕是患得患失的摇摆 想要得到 又怕握不住会失去 你那时候有没有想过 自己将来会嫁给谁 没有啊 想来干嘛 再说了 我那个后妈 怎么可能让我嫁好人家 所以我也就不想了 不过 唉 不过我想 就算嫁出去了 南方家肯定也是有受益的 还不是对我不好 我倒是记得有个浮尹通判 四十多岁了 正妻娶的是 英国公府的一个 什么占亲带过的女人来着 反正是有那么点关系 那个女人就喜欢抱我 那个后妈的大腿 我后妈当时就想着 把我弄过去 给那个通判的儿子做老婆 她想起这个就有点恶心 殷战然呕了一声 一个通判还不足以她上心 她会这么好心吗 当然不会了 那个通判的儿子 就是个浪荡子 天天逛青楼 还喜欢打女人 玉飘雪说起来就不舒服 英战然心里更不舒服 暗暗把这个名字 记在心里了 那以后 我们生个女儿 好好等她 她见她的样子 突然想她要是有个女儿 一定捧在手心里 玉文和居然这样对自己的女儿 你跟别人生去 那不生了 真的不想理她 玉飘雪心里 现在就是一百遍地不想理她 两人回了王府 却不见少姑 殷战然知道她去哪里了 想想也好 女方虽然有些过去 不过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她倒是不在意 亲自去库房挑选了好些东西 去给玉飘雪送去 换了衣服 嗯 这身好看 那之前的都不好看了 姑王的意思是 你这身 配这只碧玉钗正好 殷战然拿过一只碧玉钗 插在她发间 她回来后 便换了一身脆色的衣裳 倒还真的是般配 好看 她很满意 玉飘雪心里止不住地高兴 只是 她好像也喜欢她 那若离去的时候 她真的能不痛心吗 怎的了 见她不语 因战然便问 玉飘雪摇摇头 心里十分地矛盾 不用矛盾 留下 夫妻是缘分 你我走到现在 也是缘分 也许相识时间还短 况且你我 本就不是一见钟情 还是在那样的情况下成婚 你有些不安 姑王明白 慢慢来 不急 她似乎是看穿了她的心思 牵着人去了外头的饭厅吃东西 正要动筷子 外头的丫鬟进来 说是闽少姑有急事要见她 便起身出去 过了好一会儿也不见人进来 不多时丫鬟来了 说是有急事先去了书房 晚点过来 还以为你要忙很久呢 你们出去 她一进屋便令所有的下人出去 屋里一时间只剩下两人 是有什么事吗 嗯 北烟的人去了江南 其中去了不少擅长医毒的人 目前为止 只能得到这么点信息 擅长医毒 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北烟不是安分的 只是医毒 姑王暂时也想不出来要做什么 闻言 他叫这个名字似乎有些不太习惯 你说 医毒 如果缺的是大批的话 而且又是敌对势力 也许是某种毒气的传播 或者说是某种传染病 也就是 瘟疫 阴战人眼里的阴冷一闪而过 对 逻辑完全对 但所有人都没有猜到 他看向了玉飘雪 看得他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你真聪明 玉飘雪耸耸肩 表示并没有 阴战人被他这么一提点 心里也跟着阴霾了起来 你晚上不用陪我了 你自己去忙吧 不用 这种事 急也没有 真的 我可以自己去 只要你别不让我出门就好 姑王的王妃这么懂事啊 那姑王 一定要强上 阴战人笑着开口 让玉飘雪觉得不还好意 我怎么觉得 你笑得跟个大尾巴狼似的 就算是大尾巴狼 姑王也不是谁都吃的 说完 他猛然一下子凑过去吻了他 你知不知道 你那一吻 有多大的诱惑力 那一吻 不是我 那就是你 姑王就认你 是你先亲的姑王 那时候姑王是愿意放你走的 尽管有些不太愿意 是你那一吻 让姑王改变的主意 你要负责 明白吗 哇 哪里有叫女人负责的道理 有道理 那姑王对你负责 我 怎么说都是她的不对 这个禽兽 见她无话可说 迎战然心情大好 那好吧 你自己去 但是带人去 那边有船 护卫这些带着 我是去游玩 又不是去打架 这都城什么都学 就是不学富贵人家 怕你与人争执吃亏 带着人去 姑王看看 谁敢惹姑王的王妃 你的意思是 我就是喜欢跟人起争执了 怎么会 是外面那些个不长眼的 见顾王王妃聪明俊秀 就想来欺负 是他们的问题 玉飘雪觉得 她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喜欢 跟她搭在一起了 而且 她现在话也多了 懒得理你 好了 我自己去 她说着就起身 应战然确实是忙 她是打算陪玉飘雪出去玩了 回来再熬夜 不过她真的是很有轻重 故儿也就自己去了书房 原来这个时代也有不夜城啊 看看这灯笼 看看这植物 她整个人都高兴得不行 简直是太激动了 前方就是租船的地方 她急急过去想要租船去游湖 只是都已经被租了 真可惜 正在晚西 船上却下来人了 王妃也是要游湖吗 那只船便给王妃了 你们认得我 我